看了X86之后,稍微各位可以了解一点 那组合员到底在写什么 所以现在我们要介绍一下X86的处理器 里面 你会看到X86的处理器 这个不是只是处理器 这是整台电脑 处理器经过桥接控制器 接到汇流牌 这汇流牌通常像PCI 就是比较前一代的汇流牌 那透过IDE去控制磁碟 然后透过汇流牌也会接到显示器 然后中间它会有用快取来叫快速度 然后会连到记忆体 这是高速装置 那通常这一个叫做北桥 就是因为它是连接高速装置 而且在 就是你放直的话 它在地图的北端 所以叫北桥 那另外呢 它会再透过南桥去连接到低速装置 那像那个SCSI硬碟控制器 会连接到磁碟 然后呢 会延伸会流牌界面 接到延伸会流牌 然后可以接到平行腹 串列腹 平行腹就像S232 那串列腹像那个滑鼠 USB 然后键盘之类的 所以这是基本的一个个人电脑的结构 但是各位看刚刚那个结构 你看不出它程式怎么写 以程式设计师而言 你如果要写它的组合圆 你要看的是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是什么 它内部的暂存器结构 这是你几乎每个组合圆都会面对到碰到的 那像它有四个通用暂存器 EAX EBS ECS EDS 那这个名称是有典故的 我们待会会看到 那这个E代表extended 就是扩充的 那它有所谓基底暂存器 堆叠暂存器 来源指标目的指标 状态暂存器 然后程式技术器 EIP 程式段的暂存器叫CS 堆叠段的暂存器叫SS Stake Segment 那资料段Data Segment 就DS 延伸段 Standed Segment 那延伸段有三种EFG 那这个是X86的常用的暂存器 那X86为什么前面 暂存器前面通常加个E呢 EAX EBS ECS EDS EIP 那那个E的意思代表是说 它是延伸的 为什么叫延伸呢 因为X86从前是16位元的电脑 在更早期呢 它是从8位元进化过来 变16位元再进化成32位元 那在16位元的时代呢 它叫 16位元的时代 它的暂存器叫AS 那AS 那AS还可以分成上半和下半 那上半叫AH 就是A的高位元组 那下半呢 叫AL A的低位元组 L H是high L是low 那到了32位元的时候呢 它的16位元 扩充成两倍变32位元 这时候呢 它为了不希望改名字 所以原本的16位元还是叫AS 那新的32位元呢 就叫EAS 所以你看到这边 前面有1的这个 这个字母 通常就是代表说 它从16位元延伸到32位元的时候 所用的新名字 那这个代表是32位元的暂存器的部分 那问题是 它有向上相容功能 所以它原本的AAS 还是可以用 还是可以存取 好 那 IA32的指令格式 就是X86的32位元版本的这个指令格式呢 它光是ADD这个加法 就有六种可能的组合 有暂存器跟暂存器相加的 有暂存器跟记忆体相加的 有暂存 记忆体跟粒极值相加的 这个IMM是粒极值 就是某一个常数 那有记忆体跟暂存器相加的 有暂存器跟粒极值相加的 还有累积器跟粒极值相加的 所以它有每一个指令的格式就很复杂 像MOVE就更多 有九种参数格式 那都是因为 就是两个暂存 两个参数是不同的 所以它的组合就会很多 那这个是IA32的指令分类表 那它有运算的部分有加减 然后连进位一起加乘 除 整数的除法 整数的乘法 那这个连借位一起减 那像这些AND ALL 这都基本的 那副程式的呼叫指令它也有 OK 转换啊 比较啊 资源调整 交换 增减 框架 暂停 输出路 中断 跳跃 载路储存 回圈 重复移动 它总共的指令大概有200多个 200多个 所以 它的指令级是属于复杂指令级的一种 那像我们课本所用的CPU0呢 总共的指令大概三十五六个 那 所以它的指令级相对精简 所以是属于精简指令级的一种 好 那这是 这是我们看到X86的基本架构 接下来你过头来看这个程式 但是 虽然你现在还没办法看懂 你会比较有一点点概念 概念是什么呢 这里的EBP指的是谁 就是刚刚的这个 EBP 有没有 基底暂存器 所以它在修改基底暂存 把基底暂存器给推到堆叠里面 那 ESP呢 是堆叠暂存器 OK 那它又去修改堆叠暂存器 把它减24 然后呢 再跟-16做and 然后呢 它又把EAS的内容设定为0 有没有 把0移到EAS里面 然后再加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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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SHR又移 又移4个 4个bit OK 所以你大致上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知道它是在对哪些暂存器做动作 但是为什么要对这些暂存器做动作呢 这个后续我们再来看详细的范例 但是现在看看不懂 后续再看 等我们了解了CPU0之后 我们再去看会比较清楚 好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呢 我们把今天的东西 稍微很快的 看过一遍 好 我们先稍微切 切掉一下画面 各位 休息一下